陳 芝蓉 掌聲歡迎 芝蓉 哇 現場有粉絲喔 請芝蓉的一些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十號 陳芝蓉 今年二十四歲 來自高雄 我的工作是護理師 平常的興趣是 彈鋼琴 聽音樂 逛街 看電影 很高興的來參加這次的活動 謝謝 謝謝 來 芝蓉 我們往前移動一下喔 好的 我們芝蓉她平常是護理師 所以應該更重視了 所謂的腿部的保養對不對 尤其是女孩子 血液循環不好 好 那我們的芝蓉呢 這裡要不要分享一下 好 關於讓腿部血液循環不好 更好的話呢 其實芝蓉自己有什麼樣的方式呢 因為工作關係 所以平常都要久站 所以平常回家洗完澡就是 會用乳液按摩腳 然後在睡前就是會抬腿 是 哇 跟大家都一樣 所以像現在呢 大家非常流行啊 會有那個美腿按摩機 或者是在家泡腳 你會不會有這個習慣喔 會泡腳 會泡腳喔 對 因為我覺得護理師應該會特別的 注重這個部分喔 不過呢 我知道說呢 我們的芝蓉也是呢 好在因為美腿的關係 在生活當中也發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喔 比如說有一次去買鞋喔 不得了 原本是要試穿一雙鞋 後來試穿了幾雙 試穿了 就是試穿的那一雙 然後其他顧客看到喔 他就說很好看 然後就跟老闆說他要那一雙 是 然後旁邊的人看到還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試穿一雙 只因為呢 我們的芝蓉的美腿 可以展現出呢 這個鞋子的部分的優雅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請 芝蓉來進行走秀時間 來展現一下 連顧客都要請他試穿 就是這一雙腳 這一雙美腿 那我們給芝蓉來點掌聲好不好 來我們掌聲歡迎10號 陳芝蓉 掌聲歡迎芝蓉 帶來的B-CAN Yeah B-CAN呢 是來自以80年代日本大阪的 牛仔品牌 所以我們請芝蓉 往中間走一下 其實呢 大家知道嗎 其實B-CAN他們有一些輕薄 還有色彩的特色 而且聽說他們今年度呢 還有一些圖騰 跟呢 選擇性的這個T恤 都要來搭配呢 這個年輕的感覺 那今天我們自然穿這一款 它在版型上面 好像跟我們前面幾位 我們美腿女王候選人 他們穿得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這是一件什麼樣款式的牛仔褲呢 算是靴型 靴型褲對不對 對 喇叭褲 喇叭褲嘛 它下面有一點小喇叭 所以展現出來的腿部曲線 好像跟以往呢 我們自然穿過的品牌 或者是呢 其他的牛仔褲 你覺得最大在腿型部分的改善 或者是不一樣的地方又有什麼呢 我覺得B-CAN它這一款牛仔褲啊 就是充分的會修飾小腿以及臀型 是 對 然後以往我在選擇牛仔褲大概都是比較直銅貼身的 所以沒有嘗試過這一款對不對 是 對 好 反正在今天現場當中呢 讓我們的自然可以穿上V-CAN 不一樣的褲型 那穿起來的舒適度呢 或者是感覺呢 穿起來非常舒適 而且就是整個就是很舒服這樣子 舒服 是的 這麼舒服 所以大家也要讓我們的美腿來展現一下 妳的活力好不好 來掌聲歡迎我們的姿容 帶來這件V-CAN的牛仔褲 再見囉